哈喽大家好,我是给大家换了我频道 我有来跟大家分享好物了 今天的单品不会太多 但是每一样都非常的绝 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咱们的视频正题吧 之前呢总是会有朋友问我 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比较平价类的 不太容易撞款的小众包包 那今天这不就来了嘛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只新包包 都是来自Startown的 叫做繁星小镇 第一只包包是一款银色的夜下包 这款包包呢也是他们家卖的比较活的款式 然后我选择的是今年的新色 眷酷又亮眼的银色 实物收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 整个包面的设计是有立体感的那种波浪型 侧面呢做了一定的厚度 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 单单这样看着它会觉得会不会太挑人 但是其实并不会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搭 无论是你穿的稍微休闲一点 配一些T恤啊 或者是你想穿的稍微酷一点 配一些西装啊 都非常好看 而且因为这个银色呢 在夏天非常亮眼 回头率超高 配了纯黑色的裙子 配了双马丁靴 就是那种甜酷女孩范儿 它的高度其实是跟这个手机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装比它再高一点的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装不了的 但是一个最大的苹果手机 它是完完全全可以装着 然后里面呢还是可以装一些比较小件的口红啊 气垫啊之类的 里面呢还带有一个小夹层可以插些卡片 它的外面是做的是牛皮的 质感非常非常好 然后手感也不错 内里呢是做的是布面的 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理一点 底部这里也是做了一些硬挺的一个支撑 里面带的东西不会那么多 你也不用担心会把它压扁 会变形 这个包包整个的立体感还是非常足的 如果你是一个酷酷的女生 家里的黑色系深色系衣服比较偏多的话 你真的可以去尝试这包包一定会非常非常适合你 下面一只呢风格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这只包包更加的淑女甜美 更加乖巧的感觉 也是那种单肩腋下包 也是牛皮的 包包的包身呢是像硬纸盒一样的 做的是非常非常有厚度的 它包底这块做了他们家经典的波浪的元素在里面 logo呢也在这个小波浪的上面 整个包包是立体感也是十足的 它那里呢也是牛皮的 做的是一个比较偏深的绿色 然后相对来说会比较耐脏一点 这里有一个大的口袋 还有一个拉链 里面还可以放一些重要的卡呀 发票啊之类的东西 包包的容量呢也不会太小 上身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特别是搭配一些跟淑女啊 甜美的风格 配一些针织衫啊 或者是小裙子都会很好看 而且再加上这个纯白色 它完全不会挑衣服 然后这款包包 它的包带上面还会有一个小扣扣 你可以把它两个带子都这样扣起来 防止它那个包带的掉落 这个小细节做的倒是挺贴心的 无论是上班通勤或者是出去玩 都是可以使用的一只包包 我觉得它的风格来说 应该很多场合都能用到它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款墨镜 这款墨镜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它是那种很酷很酷的一个 猫眼形状的墨镜 这款墨镜呢也是 我当时在专柜看到就一眼相中了 太修饰脸型了 这是那种圆圆偏尖的 然后真的很显脸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脸型 就是也知道我是 下额角这边是有点方的嘛 非常非常遮脸的 它镜片呢是那种深灰色 镜框呢又是那种 比较偏金的 整个看上去是很复古 很有味道的 本来我就很想买一个 比较偏圆的墨镜 然后这款的话 就完美的戳中了 质感也特别的好 搭配性也会很高 因为它颜色呢 不会太跳 跟我平时的穿搭风格来说 我觉得也比较合适 很喜欢这副墨镜 也推荐大家去买 今天刚收到三件 我超级喜欢的 Moyne Coe他们家的衣服 现在身上穿的是 他们家新出的一个联名款 也是杨幂同款 正好它最近开始发售了 然后我就赶紧买了 就这件T恤呢 是那种偏扩形感觉的 肩线这边是做的比较偏下的嘛 然后袖子呢 稍微会长一点点 感觉是有点偏男女 共穿的那种款式 我觉得袖子会太长 容易显得肩硬有点宽 所以我就把它这样拉上来了 然后他们家的这款联名呢 也是 King Hickam的首字母 和Moyne Coe的首字母 再上那个经典的一个小爱心的元素 在做成的图案 下面也是写了 他们这个联名系列的logo 然后这款T恤呢 我今天收到呢 我就直接穿上了 它扎在牛仔裤里面 非常好看 如果把它放出来的话 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我这款买的是M码嘛 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的宽松 但是袖子呢 又足够的长了 所以这款我觉得 它不太适合把它拿出来穿 领口这块做的也是比较小的 黑色的logo 配上白色的T恤的话 相对来说也会百搭一点嘛 外面配一个外套什么的 也会比较好看 买了一条他们的牛仔裤 就这款牛仔裤呢 是那种两个刀割式的 上身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感觉是有点像Mason Margiela 但是这款的价格 会比Mason Margiela便宜很多 这两个牌子的联名系列呢 的logo也写在这边了 然后它背面呢 画了一个黑色的小爱心 然后整个水洗的颜色 有点蓝色偏白的 最觉得是 我觉得它的裤型非常非常好 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这个刀割会显得你大腿很粗 它会遮得特别好 大腿这边的裤腿 做的是非常非常宽的 然后它腰部这里呢 也是做的比较偏紧的 相对于国内品牌的话 它可能会在尺码上面 比较偏小一点 我平时穿25 我选的是26 我就是正正好好 跟我的腰完美的贴合 然后裤腿呢 做的比较大 它的裤长呢 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身材 就是如果腿没有那么长的话 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拖地的一个状态 正好是到脚面的一个长度 显得整个人非常高 然后腿型非常直 无论是搭配深色系啊 或者是浅色系的上衣 都会很好看 而且它也可以配一些 像杨幂上身的那件 条纹衬衫啊 也很好看 这款真正单呢 是我当时刷小红书的 看到有人上身 然后我觉得好好看 把它买回来试一下 结果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当时还会担心它太小 所以我买了一个M码 它穿上去呢 无论是你单穿 配一个破腿的那种长裤 整个看上去非常非常显瘦 像纸片人一样的身材 上面是那种有点蝙蝠袖型式的 它腰部这里呢 又做了一个萧萧的收腰 所以整个看上去 其实还是蛮显腰身的 可以遮住那些 像胳膊比较粗啊 或者是上半身比较偏厚的人 的一些缺点 配上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白包包 真的超级淑女 然后整个看上去 非常气质的那种 很黑色 做的是那种白边 然后口袋的边边 也是那种白色的 做了一个假口袋 是加了72%的 莱塞尔的材质 比较柔软的 贴身穿你完全不会扎人 在初秋的季节的话 你也可以在T恤外面 或者是小吊带外面 搭一件这样的针织衫 也很舒服 然后下面穿一个小裙子啊 或者是穿一个牛仔裤 也会很好看 我很喜欢的一件 那咱们这期的好物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还会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啊 就请关注我 并且给我点赞加评论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